法语会群生 传递正能量 合合护道场 一 两封来信 引人深思 2014年底 护法居士给我转来两封信 一封信是某道场负责人写的 另一封信是在这个道场挂铁的同修写的 前者述说管理道场的种种苦衷 后者是状告这个道场对他的种种不公 前者满腹委屈 后者不依不饶 两位写信者都希望我表态 特别是后者更是强烈要求我站出来说话 从他的来信中我了解到 这位同修在给我写信的同时 也给师父上人和定红法师写了信 希望得到支持和认可 看了这两封信以后 让我陷入了沉思 我百思不得其解 都是学佛之人 都自称佛弟子 都自称是上进下空老法师的学生 怎么会闹到这种地步 这两封信我一封也没有回 为什么 因为当时双方都在火头上 如果我回音 就会起到火上浇油 推波助澜的作用 因为双方都希望得到我的认可和支援 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不会站在哪一方去反对另一方的 那不是我做人做事的原则 现在几个月时间过去了 估计双方的火也该消消了吧 但愿我今天所说的话 不再不要再燃起舌战之火 我心平气和地说 你们心平气和地听 说对了 供你们参考借鉴 说错了 欢迎批评指正 我先来说说这个道场 首先我必须肯定 同修们建立这个网络道场 初衷是好的 是为了给修学净土念佛法门的同修们 搭建一个互相学习 交流分享的平台 这一点我们必须予以肯定 再一点 据我对这个道场的不完全了解 这个道场的组织者们是认真负责的 是建职尽责的 他们的工作是很辛苦的 他们是在义务底为同修们服务 为同修们的修学提供方便 他们付出了辛勤劳动 我们应该予以尊重 理解和支持 第三点 据我所知 据我所知 这个道场在整个运作过程中 还是比较顺畅的 得到了广大同修的喜爱 我们应该予以珍惜 后来听说道场出现了一些分歧意见 主要是挂铁和山铁的问题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当时有人曾经问过我 这个事情应该怎样处理 就是有同修在这个道场挂铁 写的内容和道场的有关规定不符 道场组织者劝这位同修 选择别的道场去挂 这个同修不同意 一定要挂在这里 因为这个问题引起了争论 记得我当时回答的大概意思是 如果劝不听 实在要挂 就让它挂吧 对于和道场规定不符的帖子 大家不要跟帖就是了 但众的原则是尊重道场的规定 现在几个月时间过去了 我想借此机会 就这个问题再谈一点看法 仅供参考 净土法门就是普贤菩萨的法门 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普贤菩萨的世界 普贤菩萨心量大 心包太虚 量周杀戒 普贤菩萨的心就是法性 成就的是忍辱菩萨 有这样一句话 叫做小不忍 则乱大谋 什么是大谋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大谋 没有比这个谋更大的谋了 一切都要为这个大谋让路 让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乱了大谋 是不是太不值得了 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 众生都是未来佛 礼敬诸佛非常重要 普贤菩萨十大愿望 第一愿就是礼敬诸佛 没有第一愿 其他九愿都是空愿 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对一切众生都要平等的礼敬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说 那位挂铁的同修 是不是众生里的一员 我们对他要不要礼敬 这个答案大家都知道 知道是知道 可是一遇到具体人 具体事就拐弯了 是不是这样的 诸佛菩萨慈悲 我们是学佛人 学佛要学得像 将来也要做佛 做菩萨 那我们是不是 也应该有佛菩萨的慈悲心 而且这种慈悲 是真诚的慈悲 平等的慈悲 正确的慈悲 在这里 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平等的慈悲 尤为重要 我今天这番话 就算是对道场同修 那封信的答复吧 不知道大家 对这个答复 是否满意 下面 再和那位挂铁的同修 说几句话 从你的信 和所挂的内容上看 你是一个勤勉 好学的人 而且是喜欢 博学多文的人 你的帖子 大多是引用 或者摘操 祖师大德的开示 讲话 谈话 你在信中 一再问我 难道这些祖师大德 说的不对吗 我在这里 我郑重地告诉你 这些祖师大德 说的一点不错 错不在祖师大德那里 错在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能够把祖师大德的教诲 变成我们自己的智慧 就不会发生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了 现在我想跟你探讨的问题是 过去我曾经多次说过 我们去哪个道场 就要遵守哪个道场的规矩 如果你认为这个道场适合你 你就去 如果你认为这个道场不适合你 你就不去 你完全有选择的自由吗 但是道场有道场的规矩 每个道场的规矩 有各有不同 有句话叫做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作为一个道场 作为一个道场 有它的道场的规矩 也是无可厚非的正常现象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嘛 其实你的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一是按道场的规则挂铁 二是选择 适合你的铁的内容的道场去挂 全国有那么多道场 包括那么多网路道场 你的选择空间 你的选择空间是很大的 你干嘛 非得要一棵树上吊死人 这就像居家过日子一样 你到别人家去做客 一定要分清 谁是主人 谁是客人 一般来讲 是要客随主便的 不能反客为主 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 我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从性中 我感觉到你是一个比较固执己见的人 这种性格的人 相对来讲 烦恼会多一些 快乐会少一些 因为世界之大 情况之复杂 不会完全依你的意愿为转移的 用一句网路语言来说 就是这个世界由不得你任性 你能理解我的话吗 良药苦口利于病 忠言逆耳利于行啊 在这里 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建议你以后尽可能的不给老法师写信 也尽可能的不给定红法师写信 因为老法师已经是89岁的老人了 你知道他老人家每天的排成吗 如果你知道 我相信你绝不会给老人家写信的 你会不忍心去打扰他老人家 再说定红法师 师父上人慈悲 安排定红法师去过青老和尚那里学界五年 这是在为佛门培养后继人才啊 我们希望定红法师在这五年当中 把心静下来 把握机缘 好好学习 学成之后 做佛门法器 不负恩师厚望 续佛会应 光大佛法 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打扰定红法师 我们要关心他 爱护他 支持他把戒学好 你能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吗 我上面所说的仅供你参考 借这个机会 我还想谈一个问题 那就是造场的其他同修 你们怎样认识和处理这样的问题 譬如说 造场的组织者和挂铁同修 产生了意见分歧 你怎么办 如果是我 我一定是 习是宁人 绝不三风减火 把事态搞大 这就是我的态度 怎样习是宁人 第一 不跟帖 不评论 不参与 第二 第二 不挑事 不扇风 点火 第三 牢牢把握住一句佛号 不拐弯 不受外界环境干扰 任你风云变幻 我自窥然不动 我自窥然不动 守住自己的清静心 我为什么说了这么三条 就是因为有的人 成事不足 百事 有余 这样的人 貌似公允 把自己打扮成 护持正法的斗士 这样的人 最大的特点 就是不自量力 能请神 不能送神 能挑事 不能平事 没事挑事 是挑起来了 又控制不了局面 你说这种人 是在护持正法 还是在破坏正法 凌野人一看便知 这真是挑事容易 平事难 没事找事 真于完 鬼神看了都见笑 你说可怜不可怜 关于这两封信 就说到这里 但愿大家听了 能从中受到一点启迪 愿大家学佛 要学出智慧 这样信佛 念佛 学佛 才能得真实利益 让我们学佛 成佛之路 越走越宽广 越走越顺畅 二 传递正能量 和和互道场 师父上人 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一定要了解 认识我们的客观环境 我要有道场 活不到今天 我要是建个道场 麻烦可就大了 一生老老实实 走讲经说法的道路 我这一生三不管 不管人 不管事 不管钱 一生交给佛菩萨安排 别人和我对立 我不和别人对立 要学忍 要学让 一切都要忍 一切都要让 师父上人 的这段话 越品 越有味道 严谨 一该 严必 有忠 老人家 一生 不见 道场 不正是 学 释迦佛 走 释迦路吗 的真实 写照吗 这正是 他老人家 的 高明之处 是他老人家 大智慧的具体体现 和师父上人 的大智慧相比 我们真是望尘莫及 师父上人 曾经说过 他这一生 到现在 还没 还没有 见到一个 六合径僧团 记得 刚听到 这话的时候 我不太理解 怎么 见个六合径僧团 这么难呢 我心里 暗暗地想 这件事 我来 做作 恰好 有那么个 机缘 2010年 10月 师父上人 慈悲 安排 我去 广州 调养 身体 我们一行 六人 去的广州 我想 我们就是一个僧团 于是我把 想见六合径僧团的事 和同学的几位 同修说了 他们非常欢喜 表示赞同 我天真地想 我一定让师父 他老人家 看到一个六合径僧团 不让老人家 失望和遗憾 可是 事与愿违 历时六个月的实践 见六合径僧团的愿望 没有实现 事后我曾经反思 为什么没有成功 一是 对这件事 认识不足 把见六合径僧团 讲得太简单 太容易了 大家想想 师父老人家 一生都没有见过 一个六合径僧团 这件事的难度 显而易见 可我却不自量力 一向天开 这是失败的第一个原因 二是 自己德行不够 不能服众 压不住阵脚 不是有句 有这样一句话吗 叫做厚德载物 你德行不够厚 怎么能载得了物 这是失败的第二个原因 三是 经验不足 没有管理道场的经验 这是失败的第三个原因 尽管六合径僧团 没有建成 但这六个月 无论是我 还是其他同修 都是一个历练 磨合 和提升的过程 现在想回想起 那一段经历 大家在为六合径僧团 没建成而惋惜的同时 也深深感到 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每一个人 内心深处 都保留着 那一份美好的回忆 从这件事情上 使我体会到 建立道场 管理道场 该是何等的不容易 下面 关于 有关道场问题 我谈几点初前体会 第一 关于 关于怎样认识道场 先从狭义上来说 我们平常所说的道场 多指寺院 安堂 居士林 念佛典 等等 很多人喜欢跑道场 也多是到这些地方 去参加一些佛式活动 诸如各种法会等等 再从广义上说 尽虚空变法界 无处不是道场 尤其重要的 心即道场 道场即心 为什么 因为心生万法 你说心 是不是道场 我的这个说法 不知你认不认可 曾经有一位法师 跟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情 说她的母亲 也是一位出家人 老人家已经往生了 留下了一座寺院 她的女儿 也就是问我问题的这位法师 接替母亲 做了这个寺院的住持 后来有一次 趁这位法师不在寺院 有几位大僧 就把寺院占了 只给这位法师 留了一个小偏院 这位法师就领着几个 出家众和在家众 挤住在这个小偏院里 法师问我 该怎么办 我问法师 你想怎么办 法师说 我想通过法律城市 把寺院要回来 因为这是我妈妈 留下来的 我说法师 我说法师 既然你问我 我就直言不讳地 说说我的想法 如果这件事情 轮到我的头上 我不打官司 不告状 寺院不是让大僧赞了吗 那就给他 法师说 他们还想把我从小偏院挤出去呢 我说 那就连小偏院也给他们 师父他老人家 不是说过吗 别人要的 我不要 你喜欢的 通通给你 有人不解 问师父 您老人家出家 学佛六十多年 您究竟得到了什么 师父回答 我得到了阿弥陀佛 多么精彩的回答 多么博大的胸怀 我们学佛的同修 除了阿弥陀佛 你还想要什么 我告诉法师 如果连小偏院都不让你住 你就找个地方盖个小茅棚 在小茅棚里念佛 照样成佛 大概不会有人 再去和你争那个小茅棚吧 曾经有一位 在道场管事多年的菩萨 问我这样一个问题 他说 我在道场管事 如果我一切都横顺 我卑不卑因果 我回答 你的心清净 不卑因果 因为心清净 心清净不负遗物 何来因果 如果你心不清净 有疑 有怨 有恨 你必 悲因果 悲不悲因果 全在你的心 清净 不清净 海贤老和尚 一声表法 一切横顺众生 不和任何人 发生冲突 许多人 看清楚的 向他学习 有些人 没看清楚 仍然沉沦 六道 为什么 放不下自己的知见吗 人家海贤老和尚 天天生活在 无量寿经里 也就是 天天生活在 清净 平等觉里 善根 福德 因缘 全具足了 如果打分数 人家能打八九十分 而我们能打十几分 就不错了 真的差得太远了 为什么 我们不老实 不听话 不真干 大道场 大争斗 小道场 小争斗 争个不停 斗个不停 真是斗争 坚固啊 我曾经说过 现在不是缺道场 而是缺真正的念佛人 有人批评我 你总说你不跑道场 你知道有多少人受你的影响 不跑道场了 回家念佛去了 我说回家念佛好啊 念佛成佛吗 人家又说 居士都不跑道场了 自愿谁来供养啊 我的回答是 正法道场 魏陀菩萨供养 邪法道场 窝寻菩萨供养 如果是 有场无道 何谈道场 无需供养 第二 关于怎样建立道场 现在全国各地 新道场为数不少 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说到建道场 使我不由得 想起了 来佛寺 来佛寺是一位 一座默默无闻的 乡间小庙 没有气势 宏伟的大殿 只有几间 普普通通的 小平房 没有金碧 辉煌的 镀金佛像 那里的佛 这佛像是迷树的 就是这样一座平常小庙 却造就了来佛三圣 这真是 乡间小庙出三圣 世间几人认得清 一生念佛不间断 五着恶事 度众生 我们再看看 我们的本师 释迦摩尼佛 是怎样给我们做样子的 释迦世尊好榜样 无欲无求 无稻场 三一一波 树下座 讲经说法 话无量 下面我想给大家 讲讲 我的第一位 归医师 上诀下误法师 见稻场的故事 我是1992年 认识上诀下误法师的 记得第一次见面 觉悟师就给我做了三皈依 可惜的是 那时我对什么是三皈依 一无所知 只是走了个形式而已 我1992年 认识 觉悟师 到2012年 老人家忘生 整整二十年时间 这二十年 老人家就在干一件事情 建稻场 就是建黑龙江省 五大莲池寺的中灵寺 这一座寺院 从无到有 一砖一瓦 都渗透着老人家的心血 我知道师父多么艰难 建庙缺钱 师父到处化缘 每次见到师父 我都感到他老人家 日渐衰老 我心里好痛 这个时候 我真希望 自己是个百万富翁 千万富翁 能有钱给师父建寺院 我不忍心看师父 这样劳苦奔波 可是我却无能为力 今年的五月十四日 印历三月二十六日 是觉悟师父 往生三周年的日子 我写了两句话 纪念师父 觉字悟字 原成佛道 觉他悟他 普度群生 道场建成了 老人家走了 他给后人 究竟留下了什么 令人三思 但愿后人 能记住老人家的恩德 弘法力生 有所作为 不负老人家一片苦心 说到如何建道场 我倒想说 我倒想说 心即道场 道场即心 这个道场 必什么都重要 因为一切法 由心想生 这是一个能胜万法的道场 我们要把这个道场 我们要把这个道场建好 守护好 第三 关于怎样护持道场 说到护持道场 大家往往想 首先想到的是 对道场的供养 其实 供养 道场 只是护持道场的一部分 而不是护持道场的全部 既然说到供养 我也想就这个问题 谈一点个人体会 师父上人 一贯宣导 出家人 只应该接受信众的四世供养 即饮食 医药 卧具 衣服 这个四世供养 不是师父上人 发明创造的 是世尊 传下来的 师父上人宣导 四世供养 这件事 可能是碰到了 一些人的敏感神经 因为现在信众 对出家人的供养 远远超出了 四世的范围 这些人 不敢向 世尊发难 只好把气 撒到师父上人身上了 我在这里想说 世尊传下来的 四世供养 没有错 师父上人 宣导四世供养 也没有错 因为这和世尊 入班涅槃前 告诫弟子 以戒为师 以苦为师 是完全一致的 为什么正确的东西 有人听了火冒三藏 因为这触动了 因为这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 但是一切都要以正法九助为前提 四世供养 四世供养必须提倡 请诸位千万不要忘了 今生不了道 披毛带绝还 平等护持 道场也非常重要 我这里是从广义的层面上说的 具体点说 一是对各个宗教的道场都要平等护持 这也是落实老法师的世界宗教是一家的理念 对于不同的宗教 要平等对待 和睦相处 要做到不毁谤 不批评 不比较 不排斥 我们要知道 不管哪个宗教 它的核心都是爱 所有宗教的神 都是来化解灾难 挽救世界的 记得我以前曾经说过 宗教领袖皆观音 视线事件来度人 无量法门皆殊胜 归属都是极乐人 就像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里说的那样 众生应以什么身得度 佛菩萨就视线什么身 这个事情 知道的人少 不知道的人多 不懂得这个道理的人 往往会用自己的知见 对自己没有信仰的宗教 说短论长 其实 本无谁短与谁长 短长都是心中想 清静平等方为道 何必论短与论长 而是对佛门 宗门教下各个不同的门派 不同的法门的道场 也要平等护持 我们经常说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可是一遇到具体时 分别心上来了 就是自己 就是自己修的法门好 别人修的法门不好 有的强拉硬拽 拉人家的信众 师父上人曾经说过 拉别人的信众 那是缺德 我们学佛之人 怎么能干这缺德的事情呢 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释迦摩尼佛传下来的 你批评哪个法门 都是傍佛 傍法 傍僧 平等护持道场 要慧眼视诸 不要误入歧途 现在道场多 传道的人多 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鱼龙混杂 一不小心就上当受骗了 还是念阿弥陀佛保险啊 第四 关于什么样的人 适合护持道场 无私的人适合护持道场 无私的人心中无我 只有虚空法界 一切苦难众生 这样的人 以道场为家 兴兴业业 为苦难众生服务 淡薄名利的人 适合护持道场 这种人 不善赃扬 默默奉献 不争名 不争利 不邀功 善护三业的人 适合护持道场 善护口业 不积他过 善护身业 不失律仪 善护异业 清净无染 这种人 护持道场 最适合 最可靠 一门精进 常识 新修的人 适合护持道场 根据自己所修法门的不同 选择相应的道场 护持最为有力 但绝不排斥其他法门 其他道场 传递正能量 合合护道场 在这里 我要重点强调的是 护持道场 合合最为重要 合合心佛法 不合 不合合灭佛法 心佛法是佛弟子 灭佛法的是摩弟子 我真诚地希望同修们 放下我知我见 做传递正能量 合合护道场的真佛弟子 不做破坏合合的假佛弟子 先讯则容忍 忍让则无争 放下己知见 恒顺诸众生 一切善恶皆放下 各个立地可成佛 既信是尊真实语 藏乐我尽在当下 今天讲的都是 和道场有关的事情 借此机会再讲一件 和道场有关的事情 在我过去讲课过程中 曾经赞叹过某个寺院 提到了立牌位 超度亡灵的事情 特别是提到了超拔 堕胎英灵的事情 同修们听了之后 对此事反应之强烈 是我始料不及的 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一是去这个寺院立牌位的人 人数猛增 打乱了寺院的正常秩序 影响了法师们的亲近 二是给寺院复法趋势 带来诸多不便 大大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 三是给寺院所在地的信众们 带来影响 因为外地来挂牌的信众太多 本地信众挂不上牌 心生怨气 这件事由我引起 在这里我郑重地向寺院住持 向各位法师 向各位护法居士 向寺院所在地的信众道歉 对不起 给你们牵麻烦了 请你们接受我真诚的道歉 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 我绝不二过 一定还法师们一个清净环境 还居士们一个清净的修行道场 这件事由我引起 一切因果我一人承担 在这里 我呼吁广大同修们 正确理解我所讲的挂牌操度问题 要弄清楚治标和治本的关系 解决这个问题 还得立足于治本 光治标是不行的 不是说你给亡灵和堕胎英灵 立个牌位 就万事大吉了 这个认识是错误的 一定要从根上至 要从修行上下手 老实念佛 求生净土 你成就了 才能真正救度这些亡灵 在这里 我真诚地给寺院住持 给法师们 给父法居士们 鼎礼谢罪 惭愧弟子刘树云顶礼 2015年5月 今天 这两份资料 都可以放在网络上 对出家在家的同修们 都有好处 刘树云 也有了年纪了 思维 很清晰 人很诚实 他所做的 所为一件 很难应付 社会的现况 真是每天 千变万万 我们对道场 对过人 决定不能批评 不能毁谤 不要去叛逼 最重要的 父子教的我们 三人行 必无私 这一句话 对我们修行人 有大利益 看到别人善 我们赞叹 学习 看到不善 我们不赞叹 不学习 认真回过头来 自己分析 我有没有像他这样的故事 有则改之 无则假命 关于超度因年的事情 这是一桩好死 是一桩大死 全世界 每一天 多才的人 有多少 数字 太可怕了 今天全世界 每一天 多才的人数 大概是 二战当中 死亡的 总数 怎么超度 超度不是 共和排位 去超度了 没那么简单 什么人去超度 超度的人 必须有得心 必须有大慈悲心 有大菩提心 确确实实 念念心中 有这些人 这些引领 我们念佛给他回向 才有感应 排位是行事 佛法 重视知 不重心事 我们每天 讲经 在一起学习 宗廟 我都回向 我回向 里面就有一条 为全世界 躲开的这些引领 一起 非正常的 这小孩的死亡 它不是正常的 很可怜 我们看到很多 父亲 他们的报告 说明 英年 的现象 无处可去 小英年 他还执着了个小孩 自己没有独立生活的 能力 一切都要靠人照顾 谁照顾他 除了佛 佛菩萨之外 没人照顾他 我们都要能想到 都在我们念念当中 深圣佛 求佛菩萨 借引自己 也求佛菩萨 普度 苦难 众生 这是一桩事情 不是两桩事情 我们自己 为什么要 求真 解读 如果说是 极乐世界太好了 去极乐世界 享福 这样的心 不能 极乐世界 似乎有一切切实 都是帮助我们 快速 回归自己 毫无障碍 我们这些障碍都会 障碍重重了 极乐世界 没有障碍 而且不能够快速 圆满成就 这个地方 我们能不去吗 我们还能贪念别的 这名文的一样 所以一定要知道 海鲜老和人说的好 好好念福 成福是真的 其他全是想的 假的 假的 就应该统统放下 有放不下的人 来供养你 随便 也不得罪他 不让他不高兴 皆大欢喜 自己决定 不能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就上大当了 大错 特错 我们的灵性 清新心 智慧心 天天在提升 在增长 烦恼兮兮 你自己会觉察到 天天在牵手 这是好现象 功夫的理论 今天时间到了 这年篇 我们看到了 很欢喜 放在网络上 供养他中 好 谢谢大家